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连续第八周出现上涨了 乌克兰局势持续的升温已云密布 那油价在接下来真的会突破100美元大关吗 油价急升又会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 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为您详细来分析 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 亚洲主要股市的收盘情况 受到了俄乌局势的一个紧张影响 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普遍 受到了一个下跌的影响 内地股市在今天震荡走低 户指中场是下跌接近1%左右 收报在了3428点 那深层指下跌达到0.76% 收报在13123点 再来看看香港股市 则是出现了一个明显下挫的情况 中场是大跌超过了300点 跌幅已经达到了1.41% 同样台湾股市也跟随着美股出现走低 加权指数大跌达到了1.71% 我们再来说说亚太区 其他一些主要股票市场的表现情况 总体来说今天主要的市场 都是出现了一个下挫的情况 而日本股市重挫达到了2.23% 这是过去三周以来单日的最大跌幅了 同时也是整个亚太区内表现最差的一个市场 再来说说韩国的首尔股市 同样也是下挫达到了1.57% 这是过去两周半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那目前正在交易的伦敦股市 同样也是承接了亚太市场 这样一个走弱的表现 目前跌幅已经接近了2%左右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香港的第五波疫情 目前还在大爆发的趋势当中 特区政府在今天已经向立法会提交了文件 申请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资270亿港币 来支援受到疫情影响的相关行业 那么第六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很可能将会汇集到6.7万户的商户 75万名相关人士也将会推出48项的措施 向受到防疫措施限制的行业提供支援 那么相关的餐厅最高可以获得 接近50万港币的支持 而抗疫前线的清洁以及安保人员 机场前线员工 安老院的员工等等人士 也将会获得每个月2000港币的津贴 同时港府还计划第一次提出临时失业津贴 向月薪低于3万港币 失业不少于一个月的人士 一次性派发1万港币的补助 目前来看全球的货币政策 是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不过日本是继续在维持一个宽松的政策 日本的内阁官方长官松野薄一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已经表示了 希望央行努力实现通胀率达到2%的 这样一个目标 而日本央行宣布从今天开始 以0.25%的这样一个利率 无限量的购买十年期的国债 就是来防止全球利率上升过度 推高国内的借贷成本 那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也表示 日本通胀大幅攀升的可能性 目前来看还非常的小 也将会继续地放宽货币政策 以达到通胀2%的目标 那么在亚太区内其他的媒体 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随着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提速 外资开始缩减风险资产 卖出韩国等亚洲新兴市场的股票 韩国金融监察院的数据显示 一月外资净卖出1.67万亿韩元 国内上市股票 结束了自去年年底以来 连续两个月的净买入 截至上月底 外国人持有的上市股票为 722.5万亿韩元 占总市值的28.2%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 14号赴日实际考察 确认福岛第一核电站 不断积累的处理水所含的放射性物质 和排放方法是否安全 自2011年发生核电站事故以来 中韩等11个国家和地区 对日本出产的食品实施进口限制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验证处理水 对外证明向海洋排放的安全性 促进各国取消进口限制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展15号开幕 为期四天 受疫情影响 今年的参展商比上届少了约三分之一 共有近600家厂商参展 航展也不再对公众开放 但可通过网络直播 欣赏特技飞行表演 主办方表示 期望航展能为亚洲航空业复苏 提供寻求解决方案的平台 促成更多的订单 今天我们将会重点来关注 全球的油价 在本周开盘之后 是再次出现了飙升 连续8周上涨之后 持续一个走高 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 成为了油价上涨的 一个重要催化机 那么油价飙升 也将会对于全球金融市场 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在下一节 我们当会特别请到 保育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志薇 以及新业研究 汇率商品高级分析师傅晓云 一块来详细解决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 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可以说一点都不平静 西方媒体称乌克兰的局势 在本周将会进入到 一个关键节点 并且成为主宰市场的焦点事件 而另外一边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和美国 举行了普败的紧急电话会 但是很可惜 没有取得任何的明显进展 所以市场的避险情绪 也开始出现发酵 也带动了全球的股市 陷入到了剧烈的震荡当中 国际油价持续走高 这也刷新了七年半的高位 先来了解一下 乌克兰紧张局势加速升级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美国总统拜登 周六举行紧急电话会 双方重申各自立场 但并未取得任何明显进展 战事一触即发 市场剧烈反应 地缘局势紧张 叠加对美联储加息的忧虑 拖累美股上周五收盘急跌 其中纳斯达克指数表现最差 下跌近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与标普500指数 分别失守35,000点 与4,500点大关 亚太区股市周一 也随之纷纷走跌 其中日股大跌超过600点 跌幅2.23% 其他主要市场也全线下挫 另一边 避险资产应声大涨 国际油价上周五一路飙升 刷新七年半高位 并在周一亚洲交易时段 延续涨势 而国际能源署与欧佩克 对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预估 仍较乐观 两大机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速 分别为每天323万桶和420万桶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在上行中心大厦 凤凰卫视演播室 特别邀请到了 新业研究汇率商品高级分析师 傅晓云女士 以及保银资产管理公司总裁 张志薇先生和我们一块的探讨 市场一般是把这两天的油价飙升 解读为是乌克兰的地缘局势的紧张 但是更深层次的来看 您认为这一轮油价上涨 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觉得这一轮油价上涨 就是从2020年中开始 这一轮油价的上涨 其实它背后大的逻辑 是产能周期的一个切换 就是大家可以看 就比如说从2010年代的话 油价从2014年 然后一直持续下跌到 比如说2020年 那这个周期里面 其实它的一个特征 就是产能的一个过剩 但是因为疫情加速了 这样的一个出清 所以从2020年中开始 我们进入了一个商品整体 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周期 就是因为在过去10年 整体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个投资 是比较低迷的 包括就是像这两年 油价虽然是上涨了 但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大环境 是向新能源的一个转型 所以说整体行业的一个投资 以及新勘探的一个油气储量 其实都还是维持在低位的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即使说你需求 没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 只是说比如说平稳 或者说小幅的一个增长的话 其实都是会使得 整体供需缺口是一直存在的 这个其实是整体油价 这两年上涨的一个大背景 那么在此情况下的话 我们看到的就是库存水平的 一个持续的一个下降 那在库存水平维持低位的情况下 其实整体的一个 比如说油价的话 它就是会对阶段性的一个 供给的一个冲击 或者就是说地缘政治的一个事件 其实是会变得非常的一个敏感的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2014年当时油价下跌的一个过程中 也是不断地有地缘事件 就是说爆发出来的 但是当时的一个油价的话 它其实比如说短期 你比如说一两天 是有一定的一个上涨的 但是整体还是一个下行趋势 所以说这个大的一个逻辑 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看到比如说像 现在像欧派克它在增产 但是它已经有连续 好几个月的一个增产幅度 是达不到它所说的 40万桶每天的一个量了 另外还有像比如说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俄罗斯 它其实在目前的一个投资水平下 它也已经逐渐接近了 它的一个产能的一个上限 对 好 然后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原因 明白 好 我们接下来再请教一下 张志威先生 张先生您看 油价对于全球市场的 这个联动影响 一般来说是比较大的 目前油价上涨 这您认为是一个短期效应 还是一个长期持续下去的结果呢 还有油价对于美国这个已经爆表的通胀来说 会不会造成更深远的影响呢 对 我觉得呢 这个影响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那么就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我觉得油价的上涨 除了刚才傅女士提到的 它有一个行业的这么一个 长期投资不足的原因 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宏观的原因 就是过去这一两年 全球的央行印钱印的太多了 而且呢 政策呢 应该说把全球的这个央行呢 是宏观政策出现了一定的失误 退出呢 现在退出的也太晚 所以导致呢 全球的这个通胀的预期呢 是比较高的 不仅仅是石油 不仅仅是大宗商品 包括很多产品啊 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 有一些涨价的一个苗头啊 在最近的一月份的这个 美国的通胀的数据爆出来之后 可以看到啊 那么通胀的这个各个分项啊 实际上压力都比较大 所以呢 现在我觉得这个乌克兰的危机 导致油价上升 这是一个火上浇油的一个影响 那么中长期来说 可能通胀会保持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好 再来请教一下傅女士 您看油价反复在刷新 这个7年的新高 欧佩克最新的这个月报还指出 随着全球经济从疫情当中 强劲复苏 2022年的石油需求 还是有一个上行前例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疫情的影响没有完全的消退 那么现在来看市场 对于石油的这个需求 能不能支撑目前的这样一个高油价呢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这些年的话 整体的一个石油 它的一个消费密度 是有所下降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在 70到90年代的话 当时全球的一个GDP 比如说增长1% 那么石油的一个需求 可能相应的是 需要增长1.8%左右的 但是像这个数值的话呢 其实在这几十年呢 二三十年 其实是已经降到了1%以下 比如说可能只有 0.5%到6%这样一个水平 然后至于您说的 能不能支持现在的一个油价 现在的油价确实是到了一个 大概关键的一个临界点了 然后你按不同的一个经济体去分析的话呢 那比如说可能像工业整体一个占比 还比较大的一个经济体 它肯定是首先受到冲击的 然后像欧美的话呢 它可能受到冲击的话呢 价格就需要更高一点 比如说120这样一个位置 当然我是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所以说现在整体 确实是处于这样一个临界点 然后现在整体商品市场 其实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它就是要把价格维持在一个高位 或者说涨到更高的一个位置 然后去促进这样一个新能源的一个转型 因为其实我前面也有说了嘛 就是说现在整体行业的一个投资呢 比较低迷 但是因为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在 所以像传统行业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意愿 还是不足的 所以说 对 所以说它就是要涨到一定位置 去把需求抑制下来 然后好 对 到达这样一个观点 好 我们再来请介绍张先生 张先生你看 我们往往把这个地缘局势紧张 看成这个影响 看成是黑天鹅 那目前乌克兰这个地区的局势 是不是已经有一点让黑天鹅 慢慢要演变成灰犀牛的这个意思呢 还有就比方说美股 包括我们说的港股 会不会在接下来面临一个 比较大的下行风险 还有目前市场的这种恐慌情绪 会不会变得非常浓厚呢 是 在过去的这几天里边 我觉得市场的这个情绪 是在明显的在变差的 那么在上星期 我觉得到星期四 星期三的时候 市场的主要的预期 还是认为 这一次乌克兰的情况 跟上次2014年的时候 当时出现的这个乌克兰危机 是类似 也就是说对全球的影响不是太大 但是在上星期五到 也就是这个周末 那么我觉得市场的预期 是明显的在往 更严重的这个方向在变化 特别是对这个通胀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是明显大家更担心了 就是油价会上100 因为它还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次是确实是火上浇油 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对于这个通胀 对于美联储加息的这个事情 已经是变得有点像是个惊弓之鸟吧 有点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任何一点新的一点信息 油价上100 我觉得都是使得国际投资者会更加担心 所以短期我觉得波动性会比较大 好 傅女士 我们接下来再问问您 刚刚张先生特别提到了 在油价是不是能突破100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 这一轮油价大长您的判断 这个油价会不会再很快突破100美元大关 还有我们看到油价上涨 让石油相关的个股表现比较的好 是跑赢大盘的 那么油价进一步上升 能不能帮助一众的石油相关的股份 彻底的翻身呢 我觉得年内突破100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短期你说这个乌克兰事件 把它推上100 我个人可能认为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我觉得这个战争呢 现在主要还是 怎么说呢 美国这边现在会在做一些 煽风点火的一个情况吧 就是因为它把这个事情捅出来 说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 其实对它有一系列的一个好处 所以我现在觉得实质性打起来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 然后如果说战争不实质性爆发的话 一般短期来看会是油价一个短期小的一个高点 就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也有一定高位回落的情况 然后再说到您说的能不能彻底翻身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看看这个周期的一个长度了 就比如说未来一两年 那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就是还会石油股延续修复它的一个低估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那未来还是要往新能源去转型的 所以我觉得并不能说是一个彻底的翻身 但是这一两年 像刚才张总说的 我们也是认为通胀 其实中枢会相较过去十年 是一个出现一个抬升的一个情况 然后包括就是说 从比如说美股里面 它成长股持仓的一个 比如说投资者的一个比例 还有像比如说这种比较低估的能源 然后金融类股票 它就是投资者持仓的一个比例来看的话 那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 风格转换可能还是会在 接下来一段时间去持续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接下来一段时间 包括今年那石油股 应该还是会有亮眼的表现 对 好 再来请教张先生 张先生您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这个能源板块 会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不论是传统能源还是新能源 还有是不是很多人都在说 接下来是不是对于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 可能会变成一个影响全球经济发展 一个比较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在里头呢 是 对 我觉得今年如果要说宏观方面 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最大的 那我觉得大家都会没有什么争议的 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幅度 而且这个加息幅度 现在这个预期变化的特别的严重 特别的快 就是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市场的一致预期是 今年美联储加息四次 甚至有人预测三次 那么到今天呢 这个预期已经变成了六到七次 可能七次变成了新的这个 新的一致预期 所以呢 大家是一致的在往这个 认为这个美联储会变得更加的鹰派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有一点风吹草动 像乌冬局势啊 像这个哪个地方出现了一点的 这个供给链呢 有一点紧张 就大家都是在往一个方向想 都是认为呢 通胀是一涨难跌 所以这种情况确实是 我觉得对市场呢 是一个挑战吧 短期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 在三月份美联储加息会议之前 我觉得市场可能都会 一直对这个事情呢比较关注 嗯 好 今天特别感谢傅女士 还有张兴来的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评论和分析 谢谢两位 其实说到了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 背后呢更是看到了 俄罗斯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 俄罗斯如何对抗欧洲 以及美国带来的各方压力 那油价的高涨 带来的全球市场变动 是不是会改变目前的大国博弈关系呢 接下来我们将会和 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 一块来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在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 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 和我们一块来探讨 我们特别提到了 目前来看乌克兰的这样一个 危机的背后可以看证是 俄罗斯和欧美之间的 这样一个大博博弈关系 那接下来问问朱先生 朱先生您看普京靠着低成本 来对抗欧洲 能不能扛得住这个压力呢 我们先从军事上来看 他扛不扛得住您觉得 对 因为现在大家对俄罗斯的经济 和他的军事 还有他的这个国力不是很了解 那么我们其实看到呢 整个在乌克兰这个危机 它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打或者不打注定了 就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相持 因为不打的话 就肯定这么相持下去了 打的话呢 那肯定相持的时间更加长 所以呢就是 首先是俄罗斯 它支撑自己的军事 有没有足够的实力 因为可能咱们很多观众啊 他还认为呢 俄罗斯是20年前的俄罗斯 其实不是的 现在俄罗斯呢 是40万的职业大军 那么它的装备呢 我给它总结叫做低成本办大事 其实它的装备实战上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呢 它是根据原来装备不断的改良 所以没有花大价钱去部署新的装备 但是呢 它非常的实用 而且俄罗斯的现在的军队训练 从08年以后 可以说是已经脱胎换 无论是它的这个指挥体系 还是它的实战能力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俄罗斯自己有个统计 就是呢 它的这40万的职业的军人当中 有百分之百的陆军是有战斗经验的 百分之92的空军是有战斗经验的 百分之62的海军是有战斗经验的 所以呢 其实对俄罗斯来说 这么耗下去 我想对它的整个军队的承受力 对于它的经济承受力 它是可以用这个低成本 长期维持消耗下去的 您说的这是打仗这块 军事上的这样一个承压 那我们说打仗还得花钱啊 在财政上您觉得俄罗斯 如何来对抗美国呢 对 财政上呢 首先俄罗斯我们看到 其实普京他在20年当中 可以说是叫利弊莫马 咱们以前节目也说过他的几个数 一个就是他有相当于 6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当然这里边很重要 就不是做吃三空 因为他和像中国这样的 非常紧密的经贸合作 那么去年其实两国的油气合作 又上到一个新台阶 所以一旦他这个油气管线 是开通的 那么特别是现在油价又那么高 因为中国和他其实也是按照 现行的价格来一个公式 来进行这个结算 那么另外就是 他的粮食储备是足够的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 养军队的钱够不够 财政有没有实力 其实我们看到 俄罗斯他的财政非常依赖油价 那么油价现在是90多美元 未来可能100美元 那这样就足够支撑 俄罗斯的整个他的一些 需要用钱的地方 那么包括像天然气的涨价 其实咱们在以前的节目中 算过一笔账 比如说像今年1月份和去年同期比 那么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天然气 它是跌了四成 但是它价格涨了四倍 就实际上相当于它今年 从天然气出口当中 它都基本上是国有的天然气公司 它可居然同期相比 它天然气这一块产生的收益 就多了140% 所以我想它养这个40万军队 特别是部署在前线的 那十多万军队是足够支撑很长时间的 那朱先生其实我们在资讯节目中 特别提到 就是这个油价的波动 对于全球的这个金融市场 会带来非常大的联动效应 现在来看油价不断在飙升 这会不会对于所有的这种 大国之间的博弈关系 产生一个新的变化呢 对 这个就让我们想起 这个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时候 从伊斯兰革命到整个两亿战争 那个时候呢 国际的政治经济 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完全揭开了一个新篇章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 欧洲本身一方面 它是需要更多的 像天然气这样的能源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科技革命 就是低碳的转型 所以呢 它就把我们说从疫情后 复苏的世界经济 又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对啊 我们一方面刚才谈的是 俄罗斯能不能耗得起 但是反过来说 美国它怎么耗下去 美国表面上看 它现在还是在到处动员盟友 包括用这个LNG的液化天然气 压缩的船拼命往欧洲去输送 液化天然气度过这个断气的危机 但是本身呢 美国它的通胀已经到了7.5了 假如这个油价继续涨 涨到100美元 涨到120美元 那天然气价也涨 那么如果说美国本身出现双位数的通胀 这就是我们说的1980年代初期的情况 那么美国做出巨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的时候 它会在全世界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 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债务危机 特别是拉丁美洲 美国的后院起火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说出现这么一种 美国加快速度高频率的收紧货币政策 那么全世界资金一个大的一个逆转 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就顶不住 包括一些美国的盟友也顶不住 那个时候世界经济就会一个乱 所以现在是军事 政治 外交 能源 还有这个应对气候变化 还有疫情 还有经济 全部在一个混沌不清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发现普京他的部署 是绝对有超前性 和绝对有这个战略预判性的 好 今天特别感谢周文辉先生 给我们做出了评论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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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